翻车和笑话家 翻车和笑话家 接下来请收看 快的修行路 快的修行路 尊贵的导师 梭巴仁波切 是耶席喇嘛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 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 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红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爱自己 爱自己并不违背大乘佛教的内涵 他不是说一个人不应该爱自己 舍离自我与真爱他人 和爱自己并不相畏 事实上 修持大乘法 菩提心是爱自己 照顾自己的最好方法 一个人应该爱自己 给自己自由 然而这是什么意思 在佛教中 特别是大乘佛教 爱自己最好的方式 是揪出所有问题的根源 他就在你心中 自我 自我爱惜的心 如果一个人舍下真爱自我 他所经历的情况 就变得无关紧要 问题也就不复存在 前一分钟 你正经历很大的痛苦 一种阴霾的心情 如山一般 你心想 我要自杀 我无法忍受 无法动态 但是 当你将这个制造问题的自我中心 拔除后 在那当下 心情马上舒坦 困难不再存在 那个人 仍旧不爱你 不善待你 对你很坏 情况依旧 但是 当你舍下自我 就不再当它 是问题了 如果你放下 生命中 各种问题的根源 如果你放下 那使你心里 老是像个 婴孩般 哭闹着 我不快乐 我不快乐 我不快乐的我 就会找到 安乐和满足 无论你学了 多少佛法 只要心永远 在哭闹着 我不快乐 我 我 我 就成为 人生的焦点 爱自己的意义 就变成 爱之取 你变成 贪值 世间八法 这邪私的奴仆 既然你对 爱自己的定义 是随顺 贪值的 抑郁而行 就会 沦为 他的奴仆 贪值 成为上师 你听从 并依循 他所有的教练 自然永远 不会满足 不会快乐 要转化 每一件事 为有力的情境 封锁 所有的问题 整个关键 在于你 依随哪一种心 依随 烦恼 或佛法 自我 或菩提心 贪值 或自由的心 一切 由你决定 即使一个人 什么学问 都没有 但他的心 已解脱 情绪化的思绪 他心中 会获得 非常深邃的领境 因为他 放下了 自我中心的想法 不再把他 捧得像婴孩 像珍宝 所以 没有寂寞 或消沉的问题 像这样 放下的人 开启了 成佛之门 开启了 个人 及每位 友情的 安乐之门 人生 人生真正的快乐 始于爱惜其他众生 真爱他人 是真爱自己的最佳方式 实际上 我们越为他人奉献自己 自己的安乐 就越迅速 容易地生气 这是安乐的自然发展历程 要得到快乐 要照顾自己 最好的方法 是修行佛法 不修行佛法 便没有快乐 无论何时 你修行佛法 都是在累积善业 善业是确定的 善业一定会带来快乐 不仅是现在快乐 还有未来多生多世的快乐 在日常生活当中 修行佛法 就是真正用最好的方式 在照顾自己 真正爱自己 慈悲心篇 佛教的精华 是无分别的慈悲心 并以此为基础 不伤害他人 同时利益一切友情 佛法有很多种法门 但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慈悲心的修持 少了慈悲心 没有任何法门 能引导自成佛 甚至会成为轮回的因 或堕入恶趣的因 慈悲善心的修持极重要 我们真切地需要慈悲 慈悲是一切安乐之源 你生命中经历到的 每一种安乐 日常生活中的 每一种舒适与受用 以及解脱的常乐 无上正觉的极乐 都来自菩提心 菩提心的根源 是大悲心 因此你所经历到的 一切安乐 都源自大悲心 菩提心是成佛 一切种制及所有大乘成就的根本 菩提心是入大乘道 以达至无上正觉之门 为了成就菩提心 你需要其根本 大悲心 所以成就大悲心极重要 为了成就大悲心 你必须用悲心过生活 菩提心 悲心 慈心的成就 彻底转化了你的心 往昔在你心中 只想到自己的安乐 只为了自己 那样的心相续是无死的 因为那样的心 所以你依然身陷苦难之中 尚未解脱轮回 对其他友情利益极为 菩提心的成就 能扭转乾坤 它给你一种新的态度 一颗崭新的心 每一次呼吸 都带给一切友情安乐 就像转铁成金 慈悲的炼金术 将你过去的轮回叶 转变为不仅仅是 你自己安乐 宁静 成佛的因 也是一切友情的安乐 你的心变成功德财 善业 一切安乐的因 无论一个法门 被认为是多么的深奥 高深 如果不以善心 利益他人的发心来修持 不仅没有利益 反而会造成伤害 这并不是法门的过失 而是修行人没有适当的发心 用错误的态度去修持 即使你的生活 完全被工作和家庭责任所占据 如果你将最精华的修持 慈悲心 饶益他人之思 带进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当中 它就成为最好的佛法修持 成为你自己 以及更重要的 一切无量友情 安乐和成功之意 在日常生活中 升起悲心 还有更立即的利益 如果你有慈悲心 困难就比较少 有了慈悲心 你所经历到的困难 是为了其他友情的缘故 而经历的 因而变成成佛之道 经历困难 变成获得自他安乐的方法 以这种方式 你就能转化困难为安乐 慈悲心也帮你为死亡做准备 最好的死法 就是怀着菩提心 感受对其他友情的大悲心 怀着慈悲心而死 就不会有恐惧或忧虑 你正为他人经历死亡 死亡变成只是换个身体 就像为了新衣换掉旧衣一样 因此 怀着慈悲心而活 彻底改变了你的生命 他将繁庸的生活 转变为超繁 他提升了你所做的一切 你的整个生命 变得彻底不一样 极富意义 你的心是满意的 你的心和你的生活 皆不空虚 慈悲心不仅是我自己的 安乐之源 也是一切友情的安乐之源 它是一切安乐之源 包括成佛 为了供养这一切安乐 给其他友情 我自己必须生起慈悲心